好的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昨天晚上的韩红车在上海开唱 一首首高难度的经典歌曲是重现《响彻夜空晚》 昨天韩红唱给你的歌《2014演唱会》在上海剧情 开场刚刚唱了两首歌 韩红就把现场变成了巨型练歌坊 从2003年举办第一场歌里唱 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 回忆起一路走来的这11年 韩红感慨颇多 如果说10是一个终点 是一个结束的话 那么11更意味着一个重新的开始 我希望我所有的一切都因11而重新打开心的局面 让我能够唱更多好听的歌 让我能够爱更多好的人 让我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由于在上海保持人秀节目当了两届的评委 再次来到上海开野餐会 韩红面对台下的歌迷也分满新鲜 一时兴起还秀了几句上海话 为了这次野餐会 韩红结识三个月未求受贞 说起上海的饮食 他可真是又爱又恨 上海菜好甜的嘞 甜的吧不敢吃太多嘛对吧 吃了以后就会好胖的啊 现在好多年收起来一点点嘛 因为人瘦了以后嘛对吧 稍微拍个照片嘛 再劈个S也可以放冰冰一样对吧 播报点凭 歌唱也能脱口秀 不比身材比口才